早在3月份的时候,就有爆料人分享了骁龙8chan3的相关信息 目前,有关骁龙8chan3的跑分资讯也已经流出 目前,已知的内容就是,骁龙8chan3型号为SM8650 首次用一颗超大盒,五颗大盒和两颗小盒的一家5加2架构设计 安兔兔跑分达到了171万家 相比前代产品,性能提升巨大 但从硬体配置和跑分来看,骁龙8chan3手机会比较值得期待 不过,对应的新机价格也会偏高 当然,跑分也只是无限制状态下的性能跑分 实际跑分应该会比171万低一些刚需换机或是打算换机的使用者 还是建议继续在骁龙8chan2手机中进行选购 毕竟价格已经稳中有降,性能也仍旧很强 今天我这里选了几款我自己比较关注的骁龙8 Gen2手机 分别是OPPO Find X6 Pro、ROC7 Pro、1加11、鸿磨8 Pro加小米13、Ultra和EQ11 Pro 包含了电竞手机和传统旗舰手机 排序的规则就按性价比来排 1、数字旗舰标准机1加11 1加11是这里面比较特殊的一款 因为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旗舰机、RO 却是数位旗舰标准版里最有代表性、最有支架比的 整体的硬体配置较为均衡的 所以把它排在第一位 今年的1加没有Pro机型 但1加11堆料很足 所以也没有必要再推出1加11 Pro 1加11硬体上用骁龙8 Gen2处理器 LPDDR5X加UFS4.0旗舰组合 12GB起步 最大16GB超大记忆体 都搭载了记忆体基因重组技术 在系统流畅度和后台饱活上 1加11的优势非常明显 1加11支援可饱活44个 应用记忆体基因重组技术 让画面更清晰流畅的超正超化引擎 保证网络连接畅通无阻的游戏云计算专网 以及带来满满沉浸感的仿生正感马达 无论是日常使用 还是游戏都为玩家提供了稳定、流畅、可靠的使用体验 荧幕上、1加11用6.7英寸三星AMOLED柔性曲面屏设计 支援2K解析度 120Hz刷新率 AirPods 3.0技术 SPEG色深 1000Hz触控样率 度比视界 PPI高达525 显示效果较细腻 影像上 哈苏影像系统加持的1加11 在硬体堆料上也是很猛 三颗索尼旗舰感测器 没有一颗是凑数的 对比其他数字标准版旗舰 都是主射能打 附射都凑数 1加11后射 分别是5000万像素索尼 IMX890 OIS光学防抖 4800万像素索尼 IMX581 3200万像素索尼 IMX709 特别是哈苏人像模式 XFAN模式 哈苏大师卢静等的加入 让1加11在人像拍摄能力 显得格外突出 作为1加系列第三代 哈苏联名款手机 1加11经过前两代的反复运算升级 以及延延算法优化后 在色彩影调方面 有了进一步提升 最值得体验的 就是全新升级的哈苏人像模式 带来了更加真实自然的人像虚化效果 同时系统化的专业工具 也带来更加简单易用的拍摄体验 1加还专门推出全新的1加11 木星岩限定版 行业首次用的3D维巾岩材质 清凉圆润 纹理和设计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不过不得不说 1加11 木星岩限定版 后盖的设计 确实很漂亮 加上价格与 1加11相同 所以 1加11 木星岩限定版 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至于不足的地方 就是没有无线充电 不过 5000毫安佩佩大电池配长寿版 100万超级闪充 25分钟即可充满电 2 全面部片刻的摄影狂击 OPPO Find X6 Pro 自从OPPO为旗下高端手机 Find系列 用上哈苏影像系统后 搭配自研MPU 玛丽亚娜 Mori Silicon X 让自身的摄影性能又提升了一个台阶 让Find X系列 首次支援杜比世界 HDR规格的视频录制 OPPO Find X6 Pro在后置相机这块 已经做到了堆料级别 直接搭载了5000万像素 作为特色的技术应用 OPPO Find X6 Pro搭配 CoreOS超算平台 记忆体基因重组 Hyper Beast 全链路游戏 忍证技术 确保手机性能的充分发挥 为使用者带来了稳定 流畅的电竞机游戏体验 此外 OPPO Find X6 Pro支援六网协同 三网发 全新WiFi 7 双5G通信共用 让手机联网性能更强更稳定 此外 OPPO Find X6 Pro支援支援蓝牙5.3 支援IP68级防尘抗水 支援100W闪充和50W无线快充 对了 还有一个小细节的提升 那就是加入了红外遥控功能 为习惯手机红外控制其他设备的用户 带来了希望 第三位 屏下摄像头的践行者 奴比亚红魔8 Pro家 我个人感觉 奴比亚红魔手机 最大的设计亮点 是屏下设计的前置摄像头 而且能坚持下来 确实不容易 不得不说 屏下摄像头的设计 确实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屏 经过产品的反复运算 硬体配置的提升 和技术升级 比如新用的独立图源驱动技术 分散式透明电路设计 RTZ Pro家屏显晶圆应用等等 使得虹魔屏下摄像头的成像效果 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 屏幕显示更加细腻清晰 同时前摄拍照效果也更加通透 虹魔8 Pro家在后盖方面 延续了硬核设计风格 视觉冲击感很强 但不过分张扬 夸张 作为电竞手机 虹魔8 Pro家设计有双肩键 竞技键来提升游戏操作体验 虹魔8 Pro家萤幕为6.8英寸AMOLED柔性直屏 解析度为2480x1116 萤幕最高为120Hz 作资 虹魔8 Pro家后置摄像头模组 有5000万像素主摄 三星ESU KGN5 加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 加200万像素微距镜头组成 前置屏下摄像头为1600万像素 用的是豪威OV16EQ感测器 虹魔8 Pro家内置5000MR电池 表配165万单化加充电器 不足之处就是摄像头配置偏低 萤幕解析度相对偏低 电池容量相对偏小 第四位搭载赖卡影像系统的旗舰机 小米13 Ultra 当初赖卡合作的国内手机厂商是华为 在合作到齐后 华为没有选择积蓄于赖卡 而是直接搞起了自演影像 X-Mate 并已经在华为Mate50系列上应用 而小米则是抓住了机会 跟赖卡合作 来提升自己旗舰机的影像性能 毕竟小米在冲击高端化的路上 已经经历了多次失败 这才有了小米在12S Opera上 想要通过影像性能来实现高端化的路子 严格来讲 首个用赖卡联名款的小米12系列 只能算是试水 第二代以后才更值得入手 毕竟软体的掉效和硬体优化 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小米13 Ultra在镜头方面的堆料 也确实很足 除了搭载有小米12S Opera同款的 IMX989主摄之外 还搭载了赖卡三摩克兰镜头 并配备全焦段赖卡光学四摄 1英寸可编光圈 2K专业超色准萤幕等创新技术 来提升手机成像性能 以及用户拍摄体验 另外还提供了原厂摄影套装 供用户选择 包含了拍照手柄 镜头盖 67毫米如镜和转接环 给人的感觉就是用来 类比为单的拍摄体验 萤幕方面 小米13 Ultra用了6.73英寸 OLED双区柔性屏 这是一款国产2K专业原色屏 刷新率为120Hz高刷萤幕 解析度为3200x1440 支援12bit色深 最高亮度2600尼特 支援杜比世界 续航方面 小米13 Ultra内置5000MR电池 支援90W有线快充 和50W无线快充 至于不足的地方 90万有线快充 实际充电性能一般 这么贵的旗舰 没有用三星E6屏 也没有用以前自家旗舰机的陶瓷后盖设计 第五位 新养款电竞手机 RAP7 Pro 推荐这款电竞手机的原因 一是 RAP电竞手机卖得虽然不好 但仍旧能存活下来的一个品牌 毕竟家大业大 而是游戏相关设计方面 确实做得不错 周边配件也有一堆可选 缺点就是价格偏高 我是一代和三代 RAP电竞手机使用者 而且选择版本也都是顶K版 只不过后面因为钱包扁和信仰灯的变化 让我对这个系列的电竞手机停留在了只观望的状态 不能说Aura矩阵垃圾 但信仰值不够 比不过前三代的灯光效果 另外真的不该推出天机平台的 RAP电竞手机6 价格偏高 销量更低迷 这会是RAP抹不去的一个败笔 RAP 7 Pro手机后盖延续了超声波尖键 几何造型的机甲设计风格 以及磨砂玻璃材质设计 在保留RAP信仰灯的基础上 还加入了RAP个性视窗设计 整体的信仰值和游戏感十足 RAP个性视窗的作用 就是可以针对不同场景 显示对应的动画效果 比如正常使用 启动游戏 充电时会显示对应的动画 RAP 7 Pro用了一块6.78英寸的 三星AMOLED电竞显示幕 荧幕解析度为2448x1080 解析度不算太高 支援最高165Hz刷新率 后置相机配置 配备了5000万像素主摄 加13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 加500万像素微距镜头的三摄组合 其中主摄用了索尼IMX766感测器 就硬体配置来说 在当前并不算出色 不过毕竟是主打游戏功能的电竞手机 摄影性能是次要的 RAP 7 Pro随包装附赠了一支 自带4枚实体按键的 外置散热器酷冷风扇器 可以用来映射按键 RAP 7 Pro电池容量比较大 达到了6000mAh 但是快充只支援65万 充电性能有些拉跨 还有一点不足 就是荧幕边框比较大一些 不足之处就是解析度偏低 快充功率低 相机配置一般 第六位 快充墙 荧幕好的旗舰手机 EQ11 Pro 虽然EQ系列手机的定位 是电竞手机 但与RAP 红膜电竞手机相比 还是差了一些 比如电池容量偏小 没有尖键设计 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 把EQ当作传统手机看待 而EQ11 Pro的优势 也就是体现在荧幕和快充上 屏幕用了6.78英寸 三星E6台支曲面屏 解析度为3200x1440 支援144Hz自适印刷新率 这块屏在当下算得上是高端屏 EQ11 Pro支援200万的有线充电 50万的无线充电 只不过内置的电池容量 只有4700mAh电池 虽然EQ11 Pro对后置相机配置 有所升级 搭载了5000万像素 VC-SIMX866超清主摄 加5000万像素 150度鱼眼 超广角微距镜头 加1300万像素人像镜头 但跟主打摄影的同价位旗舰机 还有所差距 而前置相机这个1600万像素的配置 就这时有些低了 完全配不上这个价位 不过反过来想 这也符合电竞手机的特性 不足的地方就是电池容量偏低 相机配置一般 在这里6款手机中 OPPO Find X6 Pro 红膜8 Pro家 和EQ11 Pro都有加入自研晶圆来提升性能 这是它们的加分项 如果你预算有限 又想要选一款综合性能不错的机型 那么就直接考虑1加11 如果你想要选择一款摄影手机 那么我更推荐OPPO Find X6 Pro 无论是系统 快充 还是玛里亚纳晶圆都更值得体验 如果你想要选择一款电竞手机的话 除非你是RAP铁粉去选择RAP7 Pro 否则 我还是建议你考虑红膜8 Pro家 单单是无灯光设计 电池容量偏小 和无间键设计 就足以让EQ11 Pro排出在考虑的范围内 以上就是我对当前六款骁龙8 Gen 2手机 做的一个简单点评 受限于篇幅和精力 并没有力举更多的骁龙8 Gen 2手机 但并不代表其他手机不好 欢迎各位交流自己眼中不错的骁龙8 Gen 2手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